那今天我们就要用以下这段时间 在家庭月的开始 我和弟兄姐妹来分享 基督是我家之主 有多少个人的家的主人是基督呢 有多少个人的家的主人是基督 谁称基督是我家之主的 Amen 我们这里有好多人 甚至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无论你是爸爸妈妈 奶奶爷爷 孩子还是孙子的 那我们什么都让耶稣呢 在我们的家中来做主来做王 这句话我会继续再问 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关系吗 还是这个的牌匾呢 只是挂在那个地方 时不时拿下来骂一骂 时不时呢看一看而已呢 还是呢每次你祷告的时候 就看着这个牌匾 这跟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呢 让我们继续的来看 基督是我家之主 有时我们把这句话当着很平常的一句话 但是呢 基督是我们家之主呢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 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尊荣 让基督成为你我家的主人 接下来我要与弟兄姐妹来看几段的经文 成为我们今天分享的根基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27篇第一节 请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恍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 请 看那耶和华大额口味 未来到以前 我必拆遣先知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 约书亚第24第15节 请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以上的这几段 当我们所宣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那再次的起开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就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弟兄姐妹来说 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无论我们的家在哪里 无论我们的延伸的家是怎么样的 无论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 第二代基督徒 第三代 在我们当中有第四代 也有第五代的基督徒 甚至有更多年代的这个基督徒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 我要再次用这句话来勉励弟兄姐妹 基督爱我们的家 阿们 基督爱我们的家 家对耶稣来说 是一件非常 举足轻重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件神迹 就是在加拿的婚宴 他在加拿的婚宴做了什么呢 他来到一个婚宴里面 他被邀请来到这个婚宴里面参加 成为其中一个贵宾 发觉到这个的酒喝完了 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 他们的酒饮完了 用完了 耶稣就对他自己的妈妈说 我的时间还没到 耶稣就在加拿的婚宴 就行了 记载来的第一个神迹奇事 而第一个神迹发生 就在一个家里面 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神基督很看重你我的家呢 对你来说家是很重要 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 这个家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还是在想非常同意 以下我所要讲的这句话 或许你也会同意 那家是我学习最好的学校 家也是我的学校 为什么呢 是我学习成长 让我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也是我经历神最多的地方 对你来说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上帝安排我们 在各自的家庭里面 都有美好的旨意 美好的计划 待会我们会讲更多这一方面 他对他的计划 负起每一个的这个责任 而为什么我说家是我一个 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学校呢 因为很多时候在家是最自在的 最真我的险路 就是在家里 一回到家的时候 真正的自己 就显明出来了 我不懂对你来说 你同意这句话吗 可能在学校 在上班的地方 在教会 你可以是 没有这样自在 没有这样真我 当然也有 会不会你回家的时候 怎么知道 你回去的那个地方 自在的呢 你讲话不用考虑 你的一举一动 不需要 不需要看别人怎么看 你已经习惯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家是最自在的 最能够看出自己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 品格的一个人 在家里面 最容易看得到 将我们自己什么呢 的真面目给显出来 但不只是 最挑战的事情呢 在家里面经历 更是什么 最开心的事 最喜乐的事 最大的荣幸荣耀呢 也在家里面经历 最痛心的事 也在家里面经历 那家是上帝呢 给我们学习成长的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我在分享的时候 让我们来向圣灵 来呼求 祷告说 圣灵今天来 启示我 来对我说话 让我今天听到 你今天对我要说的话 在这个家里面 你要对我说什么 家是神用来达成 他完美计划的 最佳器皿 看来我说的家是一个 我们显入真我 经历最开心的事 也经历最痛心的事 学习最大改变 学习最大交托 学习怎样 更加像耶稣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 因为家是神 要用来达成 他美好计划的 一个最佳器皿 谁是我们家的主呢 对你来说 我们可以放很多的牌匾 基督是我家之主 门口一个 房间一个 可能还有很多这个的牌匾 但是对你来说 谁是我们家之主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会彼此的来问 彼此真的从做的 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 谁是我们家的主 耶稣是我们家的主吗 我们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是我们家之主吗 是 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中 不同的气氛氛围当中呢 能够告诉我们 真的让耶稣成为 我们家之主吗 还是 如果不是耶稣是我们家之主 那就是我是一家之主了 如果不是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 那就是你 我是一家之主了 如果你和我是我们一家之主的话 谁要为这个家负起责任 谁要看顾这个家呢 我们继续地来看 我们的家是为谁而活 我们的家是朝向谁的意识而活 是要完成谁的梦想 是要完成基督的旨意而活 还是要完成我们上一辈 这一辈要完成的梦想 我们的家为谁而活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我们给孩子们 孙子们的教导 会不会给我们看出 我们的家是在为谁而活 我们所传递的理念 我们所传递的思想 我们所传递的意识 是要我们的家人来完成我们的意识 还是要鼓励大家朝向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托付呢 求神继续地来对我们说 今天呢 有五方面要来分享 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会先从 祂是家的创造者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 基督是我家之主 首先我们来看 为什么我们可以称基督为我家之主呢 因为祂是家的创造者 He is the builder of our home 祂是我们家的建造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建造者 今天你我的家 不是你我建造的 是我们一男与你相爱了 结婚了就组成了一个家庭 可以说是这对父母亲组成了一个家庭 但是不就是神在背后的带领和引导 婚姻的领导 以着这个家被成立吗 所以我称家 神是家的创造者 我要分享的理念 就是谁是家的创造者 神基督是我们家的创造者 我们只是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管家的身份 在这个地上 在我们的家呢 成为什么呢 神委派的这个创造者 而最终的背后的创造者 是由神的一个创造 像看到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诗篇第127篇第一节的A部分 他说若不是耶和华 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 恍然劳力 你的家 谁是你的家的建造者 如果是我们是那个建造者 这个家是我一手建起来的 这个家是我一手拼出来的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家 建造的人就恍然劳力 从婚姻的设立的开始 家就开始了 是基督建造了 建造了 创造了我们的这个家 第二 除了耶稣是我们家的创造者 祂也是我们的看守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看守者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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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我们家的看守者 祂是我们的看顾者 神的 谁的看顾最完善 谁的看顾最完备 谁的看顾最完善 是爸爸吗 是妈妈吗 是奶奶 爷爷 真主妇 真主母吗 有 神都给我们人 有能力 能够给家 付出这看顾的责任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我们也应当负起 我们对家看顾的一个责任 但是呢 谁的看守最好呢 谁的看守 最好呢 你的看守最好 还是神的看守 最好呢 上个星期三 我在办公室 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后来接着我就接到 一位姐妹同工的一通电话 我还以为是工作上的事 她说张华 你现在过来可以吗 我说过去 因为啊 我看见你爸爸 遇到车祸了 哇 当下呢 那种的心情哦 突然间哦 很兴奋 不是兴奋 那种很 很 很被激动啊 不是兴奋 很激动你知道吗 家对你重要的话哦 家里面 发生事情的时候 发生在人 你所爱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啊 你心里面会不会激动啊 会激动 你会觉得哎哟 怎么办 他一个83岁的老人家 现在车祸在哪里 所以呢 我被震了一下 我说好 我现在过来 所以感谢主呢 到了那个案发现场 这个车祸现场 感谢主呢 只是车被创坏了 那么人没事 然后一点点的小伤 但是呢 整件事情里面呢 我要感谢神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神差派 这个姐妹 刚好呢 也在这个购物中心的 这个停车场里面 就他快要买东西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 就看见我父亲 发生了这一场小车祸 这感谢主呢 上帝呢 使用他的使女 成为什么呢 成为我们家的看守者 有多时候啊 我会对我家人 你们呢 怎么说呢 会有多一点 深一点的感觉 好像对我来说 哎呀 我两个弟弟啊 妹妹啊 都在新加坡发展了 那么现在呢 就爸爸住在我家 然后呢 很多时候啊 我都有这样一个责任 要看顾爸爸 看爸爸是健康的 看爸爸是 每天出来是 带着一点笑容的 一点笑容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 我多么胖子 就是好的 好的 开心的 正面的 当一没有这样 所谓的正面喜乐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担心了 我必须要报备 我的兄弟们啊 我说爸爸最近这样 爸爸最近那样 所以无形当中 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 当我一听到 张华你快点来 你爸爸遇车祸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心情 是怎么样的吗 但是呢 当我在准备 这边到的时候呢 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们可以看顾 我们家人的安全 可以看顾 我们家人的安危 但是呢 我们的看顾呢 太有限了 太有限了 只有神的看顾 最美好 阿们 神会拆派 他的使者 天使呢 为我们看守呢 我们家里面 所亲爱的人 并且呢 为他们保护 看顾他们 那当我在想到 这个神是我们 基督是我们家的 这个看顾者的时候啊 我也很快地想起 这样的一个见证 在疫情的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两个女儿 都在新加坡求学 然后呢 回不来 我也进不去 那因为一些状况的发生 非得呢 要从一个房 租房的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 租房的地方 因为住不下去了 一些的状况发生了 然后当下的我呢 听到这样的时候 说哎哟 如果你是女 如果你是儿子的话 我觉得你还OK 你可以一手包办 到想到 他们是女儿 那给人家骗 那给人家拐带 给人家这个这个那个 有很多那种 很很很很很 很negative 很很消极的事情 在我里面的时候 加上爸爸的时候呢 对我来说 好像父肩母子一样 要从头看到尾 从前面安排到后面 每一个的大细节 小细节都要处理的 好好妥妥当当的 让他无忧无虑 这是我想要做的 但是在那个的情况 我做不到 直到呢 有一个早上呢 他就拍了一个video call 就video call 给我 他说爸爸 我们现在在 La La Move的货车里面 我说你们这么 我还在担心 你拍给我video call 在La La Move的 这个货车里面 我们在搬家 当下你知道 我一听到 自己搬家 以前哪里 有给女儿自己搬家的 我哪里敢放 敢放过这个爸爸 给女儿自己搬家的 我当下一看到 那个video call的时候 好无奈啊 我心里面 哇 真的是你这个爸爸 他还没有用了 真的是 这样的一些小信 都搬不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什么呢 我就当下的跟神 祷告到神怎么办 他已经在van上面了 搬家了 然后呢 神就在当下 给了我这个鼓励 祂说 女儿是谁的 我说神 你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慌张 当我心情不定的时候 你总是很喜欢 问这样的问题 好像要 要跟我算清楚一样 但是呢 我相信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要我算清楚 而是要告诉我呢 女儿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会亲自看顾他 当爸爸妈妈 没有已经超越 父母亲的看顾 那个范围的时候 做不到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在座的爸爸妈妈们 爷爷奶奶们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是上帝的 Amen 所以感谢主呢 他们就搬家了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也学会了 基督是我家的看顾者 不是说 耶稣你是我家的看顾者 我就什么都不用顾 不是 我还是要扮演我的角色 我还是要尽我100%的责任 跟关注 在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上 其余的 我做不到的时候 主啊 你是 基督是我们家的看顾者 Amen 基督的看顾 万无一失 基督的看顾 万无一失 人的看顾 防不胜防 这句话 提醒了我们神的看顾 最完美 最完备 把我们所爱的家人 无论是怎么样的身份的人 把他什么呢 交给上帝 交给基督 来看顾 Amen 基督是我们家的看顾者 神自己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 第九章第八节 请 我必在我家的事为安宁 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 暴虑的人也不再经过 因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最后那句话 身为父母亲的 身为在家里面的看顾者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神说 因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因神亲眼看顾你的家 看顾我的家 所以在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今天可以是能你接受耶稣 让基督成为你一家之主 让你的家 有基督的看顾 神的看顾万无一失 人的看顾 防不胜防 第三 除了耶稣是什么 基督是我们家的建造者 家是基督所建造的 基督 是我们的看顾者 第三 基督呢 他是家的掌权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掌权者 我在说 基督是我们家的掌权者 他做王 他做主 他拥有我们家一切的权利 因此呢 我们家 朝向的方向 就是他的旨意 我们家建立的 那个的模式 那种的榜样 就是基督 你要问问一下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位家长们 在座的家人们 我们的家 最终的决定权 在谁的手上 最终的决定权 在谁的手上 在爸爸的手上吗 在妈妈的手上吗 还是在今天孩子的手上 今天家谁做王 谁做你的王 你就听他的话 今天你我的家 我们在听谁说话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这个家是谁在说话 当然我们做爸爸妈妈的 在孩子的不同的年龄的阶层当中 我们要指引他们 训练他们 让他们被装备 我们需要教导他们 但是呢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最崇高的那个意向 是什么呢 神 基督 是我们家的掌权者 谁说了算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天我们都在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每一天我们都在跟我们的太太说 每一天都在跟我们的先生说 我们为了做了一些决定 可能影响了关系 不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亲子之间的关系 弄到家 关系的很不安宁 是不是因为我们 很多时候 我要成为那个 我说了算 我要那个掌权的那个人 听我的 我是你老爸 我是你老妈 听我的 我是你的女儿 爸爸妈妈 你们要听我 我是你们宝贝的儿子 虽然你们有三个 我们一生宝贝的 你们要听我们儿子讲话 谁说了算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的掌权者 阿们 基督是我家的掌权者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说 祂是家的掌权者 谁是家的掌权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掌权者 马带福音第26章第39节 他就稍往前走 福在地的时候 祷告说 我父啊 赏若可以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里是谁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 耶稣在哪里祷告 可惜嘛 你也有的祷告 他在跟谁说 跟天父说 他说如果可以啊 掌若可以呢 求你将这苦杯拿去 离开我 这个苦杯是什么杯 是丧死之架 是要为众人的罪呢 被钉死之架 过后呢 要死了埋葬 要复活 这是对耶稣来说 是苦杯啊 但是耶稣基督 他却谦卑的 在天父的家里面 他说了什么呢 最后下半段呢 他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今天当我们在争论 应该听谁的时候 应该按照谁的心意走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说神啊 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要做怎样的决定 好让我们能够朝向 你要我们到的那个的目的地去 就连耶稣也问父神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耶稣有没有把他的意思 告诉天父啊 有 但是呢 他却用这句话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作为结束 第四 他是家的医治者 创造者 看顾者 第三是什么 掌权者 第四呢 我们来看 他是家的医治者 阿们 他是家的医治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医治者 约翰三书第一 到第一章第二节 请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 兴盛一样 耶 也是什么呢 这也是神 对一个家庭的应许 要使我们的身心灵啊 这里讲什么 灵魂 什么 兴盛一样 如同呢 什么呢 身体如同 灵魂一样的兴盛和健康 这是神给这个家的一个祝福 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有我们的家人 生病了 不舒服了 我们可以什么呢 经历神 经历基督的医治 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 阿们 那不只是这样子呢 那基督呢 是我们家关系的医治 不只是肉身 灵魂的一个医治者 更是什么呢 神在我们的关系的 医治者 神是我们家关系的 医治者 就是神 可以呢 不但他医治我们 与神的关系 神也医治我们 与人的关系 这与人的关系呢 包括呢 我们在家里 人的关系 关系呢 是我们家庭的 关键词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家 因为我们是家人 为什么我称 你是我的家人 因为呢 我们有家人的关系 如果有家人的血缘 所以呢 关系哦 是家里面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一个家 关系没有的时候 这个家就很脆弱 这个关系 在一个家里面 慢慢的 软弱的时候 这个家的关系 就越来越软弱 如果这个家 的关系 是很坚强的 很坚固的 很有能力的 这个家 那就是一个什么呢 健全的一个家 那耶稣实在是 这加上 所成就的救赎 那目的是 要让我们呢 恢复与神 人 和睦的 关系 包括医治什么呢 我们与家人 之间的这个关系 基督是我们家 关系的 医治者 以弗所书 第二章 第十三 到第十六节 请 你们从前 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洁净了 因他使我们 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 隔断的墙 而且呢 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烟绸 然后呢 就是那 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将要 将两下呢 借着自己呢 造成一个 新人 如此呢 便成就了 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 灭了 冤仇 便借着在这十字架上 使两下 归为一体 与神 和好了 这是神的心意 神是我们家 关系的 一支者 感谢主呢 那我深信了 在我们的很多的家庭里面呢 神都在做医治的工作 不但让我们经历 身体上 体格上 情绪上的医治 也在什么呢 我们家与人的 之间的一个关系 当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很难忘记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我和我爸爸的关系 那从我懂事以来 那我总觉得呢 我爸爸呢 是让我非常敬仰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很勇敢的一个人 他以前也是 也是早期的 是一名军人 然后呢 也是一名 篮球的运动健将 然后呢 是一间 咖啡店的老板 冲了一手 太好喝的咖啡 总之咖啡店里面 的每一道 他都做得 perfect 所以啊 我把我爸爸呢 我觉得我爸爸 就是我的英雄 他到我慢慢的 长大懂事以后呢 我发觉到 诶 这个英雄好像 好像有点褪色了 那我发觉到什么呢 我爸爸呢 非常爱我们这个家 那为了我们家 四兄妹 那么呢 未来有更好的生活 可以给我们受更好的 高深的教育 然后呢 他就跟了一些朋友呢 帮你跟了一些朋友 就投资 做了一些小生意 但是呢 就在很不幸的情况底下 这个生意就失败了 然后呢 就欠下了一些的债务 那么 我当下呢 每一天呢 都有人来咖啡店讨钱 每一天都有人 准时来家讨钱 那我发觉到 为什么爸爸 我们过去的这种平安 过去的温馨 不见了 过去你给我们的保护 现在变成是我的一种害怕了 久而久之呢 我对我爸爸呢 开始的不喜欢 从不喜欢 变讨厌 从讨厌 到生气他 最后呢 我能够说 我恨他入骨 在我整个中学的期间呢 我真的是过着一个 不饶恕巴巴的 一个青少年的 一个的过程 虽然我的青少年 是在教会长大的 我每次都听到 饶恕的这个功课 也听到时候呢 我们要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但是呢 我就是心里面说 不需要了 会过的这件事情 会过的 忘了就会过了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东西呢 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到 我中学毕业 当我到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发觉到 我的人生来到一个 怀疑人生的一个阶段 我发觉到 我跟人的关系啊 不能够深度 我跟人的关系呢 不敢近身 我怕这个人 会出卖我 我怕这个人呢 为什么呢 在后面插我一刀 我怕什么呢 他会像我爸爸一样 我这样相信他 我这样把他当英雄 你却做了这个东西 来伤害我们的家 虽然他的出发点 他的心意是对的 但是呢 出来的成绩 结果呢 却是不好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还记得在 学习饶恕爸爸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以前我们还在 majorie OK 当中有些弟兄姐妹 还在majorie的 那么你知道 多久以前了 我那时候呢 也跟着一般弟兄姐妹 带领敬拜 我们拿着饼跟杯 以前的饼跟杯 不是这个包装好的 我们是有牧者呢 薄饼 然后就像分饼的 然后呢 每一次啊 我喝这个饼和杯的时候 特别在台上的时候 我的眼神 我的眼目呢 就是不会飘到 我爸爸做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妈妈 做的那个地方 是standard的 是每一次 我都是做一样地方的 今天你们做的地方 一样吗 有时候一样 那也没关系 一样也OK的 你舒服就好 我说我爸爸妈妈 就在那边 然后呢 每次呢 要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 牧者或者是长老 在为着饼和杯的时候 他会停下来 他说你要饶恕 得罪你的人 不用圣灵启示 不用天空讲话 我知道我的心中 不饶恕爸爸 我有好多次 我们在台上 拿着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呢 甚至呢 有一次啊 这个的薄饼的 竹林薄饼的 教会的牧者们啊 他说如果真的 你不要饶恕的话 就请你不要领用 我真的那一天 我没有领用 我真的是跟神说 神太难了 要饶恕爸爸 太难了 这样的一个的生命呢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我告诉上帝 说上帝要帮助我 因为呢 我发觉到 我跟上帝的关系 受影响了 因为我不饶恕我爸爸 每次回家的时候 要不是我先吃 要不是他先吃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问妈妈说 他吃了没有 他还没有吃 我先吃 他吃过了 我不要吃 我宁可饿着晚餐 我就这样走进房间 过后半夜 才出来冰箱找食物 我那个骨气 你知道吗 只到有一天 圣灵感动我 我就回应上帝 我说好 我 愿意原谅 但是我没有力量 我不懂应该怎么做 我记得那个 那是个星期天 然后呢 回家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我的妹妹 我说来 为狗狗祷告 小我12岁的妹妹 来 为我狗狗祷告 然后呢 为狗狗祷告 我讲 狗狗你要祷告什么 不是每次你为我们祷告的吗 现在是你要为狗祷告 他讲说 祷告什么 祷告呢 祷告 狗狗要 要跟爸爸认错 我妹妹说 有搞错吗 你OK吗 我突然间觉得 好像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 我也是一个支持者 我发现 其他的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说 没关系 你就为狗狗祷告 下个星期四 我要跟爸爸谈话 然后呢 到了第二个星期 我真的每一天祷告 我妹妹进来为我祷告说 祝福给狗狗有力量 原谅爸爸啦 希望他可以原谅爸爸啦 他就出去了 真的 过后 过后呢 多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告诉妈妈说 妈 星期四 八点的时候 你叫爸爸坐在那边 我 想要跟他讲话 妈妈妈说 你要这么 吵作话说 赖着你 赖着你 你要做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 我的沉默 让我妈妈更担心 星期一 我妈妈又在问我 你要跟爸爸讲什么 我说 我要跟他讲 我要讲的话 第三天星期二的时候 妈妈说 你跟我讲 你要跟他讲什么 不然 星期四 你们就不会坐在一起 我说好 我说好 我决定了 我会 我会 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跟爸爸说对不起 妈妈说 因为在家里面 我跟爸爸的关系 谁看得最清楚 妈妈 你不用讲 妈妈一看我们的眼神 那种的 这样的什么的 妈妈都懂的 她知道我们跟爸爸的那种关系 那种的紧张 那种的 有你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你 那种的氛围 妈妈最清楚 妈妈说 真的 我说是的 所以星期四 我七点半就坐在那个地方了 爸爸就坐在他原本的宝座 就是他坐的那个地方 你知道爸爸 每次都是有自己的位置的 不懂你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紧张得不得了 我很想逃避 我很想 跑掉 我说神这太折磨了 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但是感谢主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心里面的这根祷告 我就跟神祷告说 神帮助我 至少我要跟爸爸说一声 对不起 哇 爸爸来了 八点之前就来了 坐下来的时候 我才发觉到 我们已经很多 很多年 没有坐在一起了 那种的感觉就是好像 又很熟 又好像不熟 他是谁来的 那是我爸爸 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 坐着吃饭 谈话也不可能 一起看电视节目 也不可能哦 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我发觉到连团圆饭 都已经是这样了 当下爸爸坐下来 我说爸 我今天要跟你讲一句话 我说爸爸对不起 那个的力量 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 那种的喜乐 那种的 那种满足感 你知道吗 那种好像你为主做了一件大事 你知道吗 那种神的肯定 神的那种的 围绕那种的拥抱 我可以感觉到 在我的心里面 我不只是说了一次 我说了很多次 我说爸爸对不起 过去我对你有这样的偏见 我讨厌你 我恨你 但是今天 我已经跟耶稣讲了 我要原谅你 过后呢 爸爸也 也告诉我 他的心声 也告诉我 过去他所做的东西 然后呢 是我过去 我没有听过的 就这样的时候开始呢 我们的关系呢 就慢慢的 回复了 就从那天开始呢 慢慢可以多吃饭 可以多聊天 有些时候是要刻意哦 爸爸坐在那边 我要刻意坐下来的 因为不习惯 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有时候呢 就很饿 但是等爸爸吃的时候 一起跟爸爸吃 这个的距离呢 这个的时间的距离 大概差不多 大概半年的时间 甚至我告诉我 当时的组长 我说你为我祷告 这个礼拜 我希望有两天 可以跟爸爸一起吃饭 两天跟爸爸吃饭 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因为以前 一次都没有 所以感谢赞美主 就因着这样呢 神医治了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基督 是我们家的 医治者 当我一这样的时候 阿们归荣耀 给我们的主 当我这样子的 感谢神给我 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 很大的突破 我开始 打开了我自己 我开始能够 接纳我自己 我才发现到过去 我是一个不接纳的人 因为什么 我不原谅我爸爸 我总觉得 我跟朋友的关系 要点到为止 不要太生免的 他有一天会出卖我 有的有一天 他会取笑我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 慢慢的 我的生命什么呢 就有好多 可以谈心的朋友 可以有很多呢 很好的朋友 一直到今天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是我们家 关系的医治者 如果今天 你家 真的有这样 这方面的需要 可否领受 上帝的医治 领受上帝 在我们家中 来做医治 关系的 一个神迹呢 求神来帮助我们 因为基督 爱我们的家 神爱我们家里的 每一个人 Amen 那重建了我和神 人和自己的关系 一直到今天 那跟爸爸呢 可以很容易的谈话 那也很开心看到他 那就 那从那时候呢 有机会跟他住在我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荣幸 有爸爸住在家里面 真的是 家有一劳 如有一宝 真的 对我的孩子的成长 的过程当中 有爷爷在家 有阿公在家呢 对孩子们的成长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 因为爷爷跟 孙女 有他们的秘密的 那么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最后 基督是我们家施主 那基督呢 是家的供应者 Amen 不只是他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的抗顾者 我们的掌权者 我们的意识者 基督也是我们家的供应者 基督是我们家的预备者 他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Amen 不只是在金钱上 可可以在各个层面上 我们所需要的智慧 我们需要的能力 胆量神 什么呢 都是我们的预备者 以恶华以乐 意思就指呢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He is our provider 祂是我们的供应者 或者呢 主会供应 主会供应 在两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前呢 我们同工 每个星期二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 敬拜 祷告 寻求主 我们同工彼此的代道 然后就在那一天呢 那神呢 就给了我们一般同工 一起的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们同样的话语 就是呢 神说 我是你们的供应者 告诉我们这般的同工说 我是你们的供应者 如果你是你家的掌权者 那么你供应 但如果基督是我们家的掌权者 基督要供应我们 所以没有任何的事 需求呢 小到祂不知道 没有小到祂不知道 也没有任何事呢 大到祂不能为我们供应 因为祂是会选择的神 祂是会丰富 无限的神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祂没有耽误的时间 在祂有美好的计划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第十四节 请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有预备 这是什么 亚伯拉罕那个经历 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 神就为他预备一只羔羊 来代替献以撒这件事情 发生在谁的身上 亚伯拉罕 发生在谁的身上 发生在以撒的身上 亚伯拉罕跟以撒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父子 他们是一个家 所以神什么呢 要供应家里的一切的需要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 请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忽疲我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如果今天 我们称基督是我家之主 在某一个层面上 我们面对了一些的缺乏 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一个供应的话 我不晓得 会不会就是神今天要对你说 祂是你的供应者 祂是你的预备者 因为基督是我们家的主 没有小到 祂看不到 祂也没有大到 祂不能成就的一件事情 最后我也做这样的 这个见证作为我的结束 过去呢 我在青少年服事的时候 我呢 常常有机会呢 到不同的 这个有好几年的时间呢 因为中学生毕业了 他们呢 就到西马呢 不同的 这个的国立 这个大学 或者是市立大学 在西马 分布不同的这个地方 可能是在最北马 或者其他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呢 就一般青少年工作者 青少年的弟兄姐妹们 的同工们 我们就有一天被感动说 我们要去拜访他们 我们希望能够去拜访他们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知道说 FGC还记得你们 虽然你们去了半年 去了一年 然后很久没有回来教会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说 教会记得你们 然后呢 我们带小小的一些礼品啊 一些T恤送给他们 然后呢 我就去了拜访 好多好多的大学生 然后呢 就看到他们 哇 在这个学校读书 哇 太好了 在这个国立学校读书 太好了 哇 在这个市立大学 哇 太好了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 孩子能够读大学 甚至我一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讲 请问 我小小声的问你一下 你这个学费多少钱 你读的这五年 加Foundation 一年 六年的话 你的学费多少钱啊 学费多少钱 那个 Pocket Money 那个 零用钱 多少钱 我一个问了 一个问了 一个 我越问 我越 我越不敢问 我再也不想 我越问的时候 我越伤心 我问了好多 然后为什么我伤心呢 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越问越伤心 知道呢 有一次啊 当我跟我们的同工 一起开车 从这个北马 开车往南下的时候 在半夜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我的眼泪呢 就不静的 就流下来 我开着福音车回来 就流着眼泪 一直流 一直流 你知道 很不好意思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同工们都睡着了 应该是睡着了 我告诉神说 神啊 为什么我流着眼泪呢 然后呢 我问神的时候 神就让我回想什么呢 你问这个 这个弟兄 你这边读书 学费多少钱 零用钱多少钱 读几年 你是读什么的 我在问 在问的时候 其实呢 我心里面担心了什么呢 就是我的孩子 当下我知道 我流眼泪的目的 就是 那原因就是 世隆 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 多一个当时 多一个三五年 我的孩子就要中学毕业了 他们要去哪里读书 去哪里读书 不是个问题 有钱给他们读书吗 当时呢 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答不上了 一答不上的时候呢 这个爸爸的这个责任感 这个爸爸的一个要 要供应整个家的 这个需要的那种的 傲气 那种的骨气 我一定要供应这个家的需要 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 剩下的三五年 我每一个每一年存多少钱 也不够让我的孩子 在这个地方读书 我开始眼泪流啊流的时候 我说 主啊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I'm a lousy father 你看这些 他们这些弟兄姐妹 你看他们的爸爸 多么厉害 多么棒 一个一个都能够去学院 读文凭 读这个学士 读硕士 但是呢 我这个爸爸 真的很没有用啊 我当下呢 真的越想 越亏欠我的孩子 完了完了 他们的前途 就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就完了 所以 当下 神就给了我一个鼓励的话 这句话 我记得今天 我抓到今天 那神说 嗯 你做我的事 我就做你的事 我说 我何得何能能够做你的事啊 我这样渺小 我这样烂 我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没有用 我怎样能够做你的事 神说 你就做我要你做的事 你做我的事 我就会做你的事 所以我知道 神应许我 神会照顾我的孩子 神是我家庭的供应者 所以从那时候 当我的孩子 慢慢的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抓着神的应许 一步一步的 陪着孩子呢 一起去 他们去读书了 然后 那感谢主呢 这次第三个要去读书了 那么 我以为两个 两个大的已经 我已经学会这个功课了 我已经及格了 经历神供应的那个功课 已经及格了 但是第三个说 爸 我要去读书了 我说我知道 你每天这样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知道你会去读书了 还比两个姐姐高一点 但是我说 神 我要抓住你这句话 你供应 孩子们一切所需要的 真的 我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面就有平安 如果没有的话 你问 Tracy 过去的那几个月 我每天就在看我的存折 现在存折没有 bassbook的了 都是online的 一直看我的apps 看我哪里可以有钱 cpf还有50岁可以拿 那个多少%对吗 我已经想到这些东西了 我知道神 我觉得这是爸爸应该给的 但是呢 感谢赵美主的神说 你做我的事 我就要做你的事 所以我就好好的信靠神 不但如此呢 也让我的孩子学习 来依靠上帝的供应 感谢赵美主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都在这学习的路程当中 我们都还没有毕业 我们都在不一样的层面当中 Amen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们彼此的看见 我们彼此的需要 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的陪伴 能够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眺望 One another 然后呢 能够什么呢 能够看见什么呢 神在我们家里面呢 是真正 是基督 是我们家 执主 最后 基督建造 基督看守 基督掌权 基督医治 基督供应 基督是我家 之主 经历了这么多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家庭 我很多的学习的功课 很多都是跟弟兄姐妹学习的 因为你们的见证 让我可以参考 让我能够效法 所以在我们家里面呢 或者大家的家里面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神的挑战 神给我们经历 祂的那种的信实 经历来做什么 经历来做什么 经历就是为了自己的家而已吗 就停留在自己的家的阶段而已吗 不是 昨天我在跟一个弟兄 谈话的时候 哇 他的家庭真的 过去的几年当中 他过得好不容易啊 爸爸跟妈妈孩子生病了 生意也不好 哇 他们的心情七上八下 好像过山车一样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担心不完 但是就在这个担心的过程当中 他们坚定的让基督成为他们家之主 他们经历了神的保护 经历了神的看顾 经历了神的供应 神的医治 昨天我就告诉这个弟兄说 你知道吗 神让你经历这个是做什么的 不要只是为自己得享这个祝福 你去照顾其他的家 我们经历了 是为了什么 我相信为了服事 为了我们能够去照顾更多的家 Amen 我们这边有很多经历神的家 Amen 我们经历了做什么 我们出去照顾有需要的家 Amen 照顾有需要的孩子 照顾有需要的单亲 照顾有需要的家庭单位 求神为我们开路 当我们说今年是一个半的一个的 年度我们所强调的时候 让我们家兴起 去陪伴其他的家 Amen 我们也要开放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邀请你们来陪我们一起成长 陪我们一起经历神的美好